鼠年快樂,恭喜發財 網上派歷史給大家 最好就是這樣,因為不會感染 今年的鼠年,過年大家都好像心事重重 我又要講旅遊保險 短期內我都講了第三次 第一次我在聖誕前講,問大家買旅遊保險沒有 希望大家買了 第二次在武漢肺炎爆發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說,你買了旅遊保險 其實如果惹了病回香港,未必有得賠 今次是第三次講,這個旅遊保險 因為我們都出了一個特別的指示 就是如果你身處外地或者打算身處外地 買了旅遊保險的時候,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今次再講多次,旅遊保險 如果你出發前已經感染武漢肺炎 或者有關的病徵 那就需要取消行程 那有沒有得賠呢? 如果你因為這樣而需要取消行程 經醫生證明不適宜展開行程 而取消行程的話,是有得賠的 最高賠償額是每人三萬元的 不過記住,你一定要在出現病徵前 你一定要買了保險,你才可以有得賠償 如果在目的地,染到武漢肺炎 不需要就醫的話 就可以得到海外醫療費用的賠償 最高賠償額是每人一百二十萬港元 即是說,遇到以下的情況 包括海外醫療保障 海外住院和強制隔離 現金津貼六百元一日 還有額外的住宿費、交通費和覆診的費用 如果你的行程無可避免要延誤 例如要被隔離的話 你就要找盡方法通知你的代理人 或者保險公司 告訴他們有什麼情況 我們會將你的保單延期 如果旅客去到有關目的地的關口 時候出現肺炎的症狀 而被拒入境,那怎麼辦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當地海關和醫學證明 你不適而繼續的行程 你就可以用提早結束行程 作為理賠的項目 每人最高可以有五萬元 如果你的目的地 或者你要經過武漢這個地方 或者是岳北 由於當地封關令到你出入不便 第一,你可以申請取消行程 第二,如果旅客是原定 經過武漢去其他地方 現在就沒有辦法經武漢 要改路的話 改道的時候 也可以申請賠償 原定計劃 當然要給了訂金 我現在要新訂其他東西 中間的差價 或者是沒有辦法拿回的訂金 那部分 而每位是有兩萬元的 當然,如果是善法報單之前 已經知道有什麼情況 這個屬於已知事項不賠 如果你的目的地 當地沒有發生肺炎 但是當地政府 因為避免武漢肺炎擴散 而拒絕你入境的話 那有沒有賠呢 這個是屬於政府的政策行為 是屬於一般的不保事項 所以是沒有得賠 你小心一點 航空公司如果因為疫情嚴重 等等其他原因 而取消或者更改航班 令到你無法失行 這部分都是屬於不保事項 如果你去的地方 你擔心當地有武漢肺炎 或者是當地人擔心你有武漢肺炎 所以你是想取消行程 這個也屬於不保事項 說到底 旅行都想玩而已 現在難得又多幾日假期 不如跟家人共聚天倫 不要去那麼多地方 特別是不會到處去買 想買那些口罩 消熟藥水 買不到暫時不要緊 這些是普通的東西 遲早會有貨 放心 人多的地方 其實是更加容易感染的 比起你沒有戴口罩 在家裡 危險很多 還有其他是洗手 洗手 比起你受骯髒去消毒 是更加好的 如果受骯髒的話 你消毒是沒有用的 你整個手的骯髒 你消毒了也是一個骯髒的骯髒 一樣會感染的 所以最好洗乾淨它 洗乾淨它之後 再用消毒藥水才有意思 真的沒意思 今年 鼠年的時候 都無緣無故說這些話 不過 大家都是希望 鼠年快樂 鼠年快樂 多福多仇 大家開開心心 很快聚 正月過之後 我們就可以正式運作 繼續開工 繼續拼搏 2020年 努力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